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们又多了 坚尼地道26号 那个校舍就发大了很多 其實我們沒有幸可以用到 經歷到26號作為我們學習的環境的一部分 現在我們見過26號的新校舍 現在坐在那裡 我們坐在那裡 這是新的音樂室 其實我們現在幻想一下 其實可見的將來 新隊這部分的校舍 其實可以為我們的小師弟的教育 扮演一個什麼的角色 多了一棟東西在對面 那其實是怎樣的 只是多幾個班房可以從學生過來 但是實際上有什麼可以幫助到學習過程 我覺得至少可以多一些課程 因為我記得有一年開放日的時候 我就代表OBA去講的 我記得有個媽媽 或者將會入讀中學的媽媽 他就問我們有沒有家政班 我記得是一個人問有沒有Woodwork 一個人問有沒有家政班 我記得是一人突然問家政班 我也打了個凳 其實不要說家政班 不要性別歧視 其實要學的東西其實 要學的東西其實你可以說 就是家裏有需要用的東西 家裏有需要打爛東西要做的東西 沒錯 我們經常都說自己 堅離地都堅貼的 沒有人煮飯 教煮東西 不就是你自己領事給你做 會煮就做暖男 大佬殺死人了 現在已經殺死人了很多兒子 但你遲些學會煮東西 那是不是應該不應該開呢 應該 有了26號 其實我們可以開很多不同範疇的東西 甚至乎家政班 多了一個Lap 應該 或者搞活動也會容易 搞活動也會容易 起碼多了很多房 可以用 至少多個球場 是 也可以邀請多些有效 來很多觀摩活動 諸如此類 我們的校舍挺漂亮的 我們是否唯一 我不太清楚 我們是否 我們7號26號 都是歷史的竹目 就不可以動的 是 所以這個可能是好處 或者是不好處 是 好處就是你可以跟別人說 我們有兩棟古蹟 但不好處就是有苦自己 就是不可以打倒它起過 那怎麼辦呢 所以有利也有弊的 是啊 但譬如說說新校舍 新校舍 剛才你說可以做多很多的課程 是啊 其實去年年底 我們都有一個圍棋的比賽 國際賽者在學校舉行 應該是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操場 是啊 這裡操場 很漂亮啊 應該是在樓下而已 樓下而已 沒錯 我進來的26號 我覺得很有味道 很古典的味道 但現在多了一個操場 多了一個音樂森 也可以給學生仔 有一個機會去做其他事情 可能會開多一個圍棋班 也好 開多一個國際賽者的旗班 也好 嗯 好像你說的 訂房也不需要這麼麻煩 這麼這麼麻煩 學校今年就是144周年 175年建校 通常那些大喜慶的日子就是斷十斷五 是一五零周年的時候 就應該是我們新校舍拿了都已經有幾年了 不錯 不如我們現在用下我們的幻想力去想想到一五零的時候 我們的校舍可以怎樣發揮呢 到時我們當你現在是一個小設計家 我經常覺得要7號和26號連結起來 地底隧道還是地面的橋 地底隧道地面的橋就一定要 OK 兩者都用 兩者都用 我會覺得要一個很high-tech的Library 因為我覺得未來resources是很重要的東西 各種東西全部都用電腦 讓我們這些學生有第一手的資訊 去增加他們的知識 無論是學術也好 無論是國際障礙也好 玩也好 這一點我希望是resources 是未來的趨勢 但我又覺得反而要在學術和玩 或者運動之間 拿回一個平衡 反而我又想如果我們有7號和26號 堅尼道道 我反而會覺得其中一些空間 可以用來做一些關於體育方面 或者是動感一點的東西 因為一間學校有時候 不是只是局促於一些比較室內用腦的東西 譬如說圖書館 現在任何東西都上網 那些年輕人可能會覺得好 我拿著一部iPad都可以 但有些東西 是一定要有空間才可以做到的 正確 譬如說這個球類的活動 或者一些空曠的地方 你說做一個游泳池也好 你說做多一個富足球場也好 因為其實你去外國看看就知道 其實你外國一些著名的學校 英國去boarding school 香港當然沒得比 你外國的學校的grounds多大 你只是鼓勵你 不只是運在這裏 又有gym又有 鼓勵你去一些室外戶外的活動去玩 令到你心抗神疑 香港其實近幾年 那些人經常會太著重 躲起來 你要拿A 每年8月DSE放榜 大家其實不斷地重環再用的 就是哪家有幾個五星星 但是其實你講 全人教育來說 不只是拿五星星 你體育方面 你運動 你踢球 你游泳 我覺得也是很需要 既然我們有一個新的校舍 其實有哪些位置可以拿來用 做多個游泳池也好 或者做多些的設施也好 這個我覺得也是很重要 另一方面 要文武存財 應該這樣說 我們的年代可能就是 武比較出名一點 現在的趨勢就是 文出名一點 我想我們要文武存在 文武武也行 就是宏觀而言 你有位置就自然 可以想到很多的空間 可以出來用 還有新校舍想起 我們一五零校慶慶祝的時候 我突發其想 不是啊 我只是風露包起整條堅尼地道 要來做Parade 放煙花幾個人 風露包全頓 風露包聰季 風露包one 風露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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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露 風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